那今年的話其實整個風還是以一個東北風到東風為主 所以說整個煙霧市的話還是會往101的西南方飄 也就是像是台灣大學以及大安森林公園這個區域 其實都容易受到煙火的煙霧遮擋 國父紀念館跟松煙剛好是位在101的西北側 所以說其實它會看到的是有一部分會有煙霧的情況 然後一部分是清楚的 所以說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說風向上稍微比較偏東的話 那個煙霧的情況也會比較明顯 所以說還是比較建議的朝向這個101的東北方向是 象山然後新一計畫區松山南港這個區域的話 還是最佳的位置 那明天晚上的話在北部跟東半部 其實還是有一些東北風影響 那在台北的話還是白天可能會有一些飄雨的情況 那預計到晚間會逐漸轉乾 不過氣溫上的話因為整個水氣還是比較重的情形 所以說溫度可能還是會有一點 晚間還是有點冷 所以說要參加跨年活動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穿保暖一些 那跨年過後的假期的話 目前來看元旦的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 元旦到2號天氣是比較穩定 那溫度上也會逐漸的回升 不過各地早晚還是比較有點冷到有點涼的情形 不過要留意的是大概到3號4號開始 隨著後面有新的一波水氣會逐漸移出來 所以說整個降雨的機會都會再增加 所以要特別留意這個部分 北部的話大概3號開始 那4號的降雨可能會更明顯 4號就可能是全台都有機會飄雨的情形